1949年12月10号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 十一军三十二师九十四团 解放了川北重镇南冲县城 随后彭安 迎山 南部 武胜 岳池 宜龙等县也先后解放 1950年1月4号西冲县解放 标志着南冲全境解放 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南冲县城后 立马与南冲地下党组织商议 成立了南冲解放委员会和临时治安委员会 以稳定局势和社会治安 入城的解放军开始与工人 学生 妇女 文教 工商等各界人士广泛座谈 宣传共同纲领 中国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和中国共产党各项政策 倾听各界人士的意见和建议 安定人心 为军事管制和接管旧政权做积极准备 1950年1月8号 经中共川北临时工作委员会批准 南冲军事管制委员会能力 随后南冲军管会根据中共中央 按照系统整套接收调查研究 逐步改造的方针制定了接管工作的具体方针 原则方法和步骤 1950年1月19号 中共川北区临时工作委员会在南冲召开了南下党员与南冲地下党员会师筑节大会 至此 中共南冲地下党组织从秘密走向公开 到当年8月 全区有1370人先后转接了组织关系 这批同志大多脱产参加工作 不少同志担任了各级各部门的领导职务 成为工作上的骨干 南冲军管会吸收部分地下党员干部参加旧政权和公共机关的接管工作 使得整个接管工作加快了节奏 南冲各级党政积极贯彻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发展生产 繁荣经济劳资两立公司兼顾 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指示 积极恢复和发展生产 1950年1月21号 军管会宣布使用人民币 旧币只能保存不得参与流通 同时新建立的人民银行 开办了公司储蓄 汇兑 贷款业务 建立了人民币在人民群众中的信誉 税收也实行了发展生产 保证供应 公司兼顾 劳资两立的方针 在实行接收管理中 南冲军管会贯彻执行 坚决保护 维持现状 接管病重 逐步改造的方针 推动教育事业走向正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